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很好玩吗 有吗 我又很高兴吗 我都没有注意到 对呀 育幼院一定比我们家还要好玩 不然 下星期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 谢了 不用算我的 我有别的事要忙 那你们呢 我要去 我要去 我没差啊 去就去吧 好 好 到了 就是这里 小文妈 你们来了 欢迎欢迎 小朋友都很想你呢 小文妈妈 妈妈在这里好像蛮受欢迎的嘛 小文妈 真的很谢谢你 小朋友最期待的 就是你来的这一天了 他们说你煮的饭菜很好吃 有妈妈的味道 我本来就是妈妈 而且我也很喜欢 煮饭给大家吃啊 妈妈看起来 真的很快乐呢 让我们谢谢小文妈妈 帮我们准备的爱心午餐 谢谢小文妈妈 不客气 不客气 小文妈妈 我们可以和小文姐姐 还有姐姐玩游戏吗 当然可以啊 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 小朋友都很开心 大家要乖乖的听院长的话哦 好 小文姐姐 你和弟弟下个星期 还会再来陪我们玩游戏吗 当然 我一定会再来的 耶 哈哈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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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心点 慢慢走啊 来 快坐下 哦 你明天不能去育幼院了 可是 我已经答应大家了 你明天还是在家里休息吧 对啊 一次没去又不会怎么样 如果我不去 小朋友一定会很失望 我才不想当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呢 有了 我有一个办法 小文妈妈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都这么晚了 可能不会来了 嗯 来了 来了 他们来了 小文姐姐 我们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你为什么坐轮椅 你的腿受伤了吗 这样你就不能陪我们玩游戏了 别担心 我带了好多故事书 虽然不能玩游戏 但是我可以讲故事给大家听啊 耶 看来 小文姐姐比小文妈妈还要受大家欢迎呢 大家好 你们当过小义工吗 一开始 我只是好奇 为什么妈妈每次去育幼院都这么开心 等到我自己看见了这些院童 我才知道 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陪伴 对我们来说 这是很小的付出 可是却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哦 我一直在工作 我说